诸位贵宾 诸位家人 还有我们网络上同道们 大家下午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早上听了我们杨医师的课程 传统文化 老和尚说用一个字叫孝文化 孝道下所处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食也 照顾好自己就是敬孝道 身有伤 疑亲忧 得有伤 疑亲修 所以具体敬孝 爱护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自己的品性 我们杨医师也下了很多功夫 把群书这样基本上 重要的纲都讲一遍了 夫妻关系 五轮关系都讲了 我们看到杨医师很用心 准备这一堂课 我们下午跟大家交流的是 群书制药中言语的修养 昨天我们一开始有引了应主的一句话 事出世间法 不离心性恶志 事出世间法之理 不离心性恶志 事出世间法之事 不出因果恶志 所以我们听了那么多教理 都没有离开 恢复我们的自信 你还不离心性恶志 那我们什么时候 在恢复我们的自信呢 我们讲一句话 是不是恢复自信 我们很真诚去讲 真诚心是真心 我们很慈悲 关怀对方去讲 那我们就在讲话当中 恢复自己的自信 可是我讲话的时候 很随顺 我的脾气性格 那就离我的自信越来越远了 而且我们在 下自己心地的功夫 要能够精进 不间断 这个功夫才能慢慢提升上去 不能 今天礼拜六 礼拜天了 我就随性一点 想讲啥 就讲啥 那功夫就断了 就退了 在华言经上有说到 这个是在提醒 修学不能懈怠 如钻碎取火 钻木取火 那目标就是要钻出火来 这个比喻就是 那个火就是你要修到自己 本有的智慧要现前 火也是表智慧 那在钻的过程呢 火还没有出来啊 朔洗 停了好多次 哎呀 手好酸啊 歇一下 歇一下 一些呢 前面钻的温度怎么样 凉了 火是 为弱而塑袭了 火是水止灭了 这温度都退回去了 所以懈怠者亦然 只要一懈怠了 这功夫一断 可能前面的努力啊 就去了一大半了 所以中庸一开篇就说 道也者不可 虚于理也 道就是真心 所以我们用真心要绵绵蜜蜜用 功夫到 自射就通了 我们修学路上 静静退退 可能我们就忽略了 不能间断 常常断了 功夫啊 没有办法 串联起来 好 曾经呢 听这个孟参长老啊 讲到一段话 印象非常深刻 他老人家不简单哦 被关了几十年哦 不止没有得忧郁症哦 还快速提升自己的境界 出狱之后呢 红凉华严警 你看 华严警是世事无碍 在监狱里面还是能修行 把华严就展现给我们看了 他提到啊 人把人生的最后一刻看清楚 再来经营人生呢 可能心境上会不一样 那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最后一刻 应该是没有了 不然我们就见不了面 但是大家看电视的时候 甚至 你不可能没有见过自己亲人离去吧 像我这个年龄 都见自己老人 很多次离去了 所以最后一刻我们也看过了 双手双脚一摊 看清楚了 万般将不去 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可不能几十年呢 人生的时间经历都用在哪 都用在带不走的东西上 统统在追逐外在的物质 最后变成自己的累赘了 你看房子很多的人累不累 车子很多的人 一出门还要考虑 开哪一台 你看我们出家之后 有个好处 穿衣服就那两套 都不用选 省了不少时间 发型也不用挑 这是出家的好处 还有出家之后 一举手一头组 会更谨慎一点 是吧 没有出家 人家也不会知道你是佛弟子 一出家来 佛教的来了 这是好处 不是压力 是动力 让自己警觉性 更高 那看清楚了 什么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知足常乐就好了 够用就好了 要努力带着走的 就是自己 心性的 不断提升 智慧得行 这个是带着走的 那一个人 心性智慧得行的提升 在哪里呢 就在每一时每一刻 全修在信 我在讲话的时候 就是在恢复我的自信 这样就是老和尚 常常教诲我们的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在什么时候用 讲每句话 做每一件事 哪怕是一个眼神表情 都用真心 没有应付的 这个 《维摩节经》当中提到的 执心是道场 无需甲固 所以老和尚 指导我们 真心 他用五心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真诚就不是应付 不虚伪 我们 实时保持真诚 第二 亲近 不是带什么目的 要求什么好处 亲近 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高下 你看物产妇 物交平 物厌固 物喜心 这个就练不能去分别 平等 恭敬 我们 虽然在修学 可是我们毕竟是成年之后才学的 所以 比方我们 学以前这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有没有形成一些处事的态度 很习惯 不是说今天开始学传统文化了 然后 就像四川 我们好像逢宴是四川人 就是变脸 是吧 变一张脸出来 不可能 离有顿物 事还要见修 我们 比方说 跟人相处了 这比较有钱 这比较有地位 多跟他讲几句话 一看 一看 这个拧包的 不理他 那我们 就在 跟人 相处当中 堕落了 心就越来越分别 所以 静修节要这句 全修 再信 全信 又什么 七修 我现在知道 要不分别 要平等 在什么时候 把平等心拿出来 一切死 一切除 好 然后 正决心 那就 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还有 慈悲 不自私自利 你看 言语当中 是不是在练这五颗心 我们来看 我们从第一个 纯心来谈起 首先 先提一句 大家都很熟悉的 弟子规 的教诲 清有过 见死根 疑无色 柔无声 见不露 月父见 豪气随 踏无怨 这一句话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劝一个人 能不容易 这里面这一句话的条件 你缺一个 可能劝的效果就不好了 清有过 见死根 是我们 劝别人的 初心 为了帮助他改过 这是初心 做任何事情 不能忘了初心 忘了初心 事情一定做不成 现在要帮人 容不容易 所以不能忘了初心 不能人家态度 稍微有点不好 狗摇 屡重兵 不是 心开始变了 我们这一生 走到了 夏天秋天 我们 历历走到冬天 昨天自我介绍 你昨天讲错了 你说我是过了冬天的人 80岁才是过冬天 20岁以前叫夏天 你看我听你们讲话 很专注的 我也在练我的心 20到40 夏天 40到60 秋天 我今年52岁 已经过了中秋了 警觉性要更高了 60到80是冬天 好 那 我们经历人生 可能我们都会感觉 最痛苦的就是 他怎么可以变心了 是吧 痛不痛苦 好 现在有一铁药 孔子开出来了 是真子看清楚 孔子说 无道一以贯之 那么多学生听了之后 只有真子说 唯 是的 老师 这个意思 结果 夫子走出去了 其他同学互相看一看 然后问真子 啥意思啊 这是我翻译的 这论语不是这么写 论语只有几句而已 唯 那孔子出去了 然后同学问真子 真子说 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 夫子虽然讲了那么多年的教诲 有一句话把它灌起来 就是忠述之道 所有的教诲都在诠释这两个字 事实上 忠述又讲了 忠述为道不远 道就是真心 所以忠述跟真心是相应的 所以你看 夫子之道忠述而已 所以夫子的教诲 也是在帮助我们 恢复真心 事出世间法 从理上不离 心性两个字 那我们只要 用心跟忠述相应 我们就在恢复自性的路上 忠是言语利己 恢复是宽以待人 那言语利己是 别人变心 我能包容 自己不能变心 言语利己 别人变心 可以宽恕 可以包容 这个忠述之道吧 可是我们冷静观察看看 我们自己 有没有常常在变心 有 一天就变好多次 关心无常 一直在变 可是可能亲戚朋友 稍微有点不顺自己的意 可能他有他们的立场困难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就是气得要死 不理人家了 所以假如能宽以待人 别人变心正常的 但自己不能变心 这一铁药 你能用上 心上很多烦恼 埋怨就没了 夫子这些都是法药 要佛也开法药 我们昨天探讨的因果观 世间所有问题 这一铁要咕嚕咕嚕喝下去 烦恼没有了 我看大家的脸上的表情 可能还没喝 喝了药到病除 你看我们的烦恼分三种 这个金刚经归纳得很好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吧 我好好来念佛 阿弥陀佛 念没一会儿 脑子自然冒东西出来了 冒了什么 这个自己要关照我 你在念佛 在修行的过程 是一个自知的过程 我怎么这些事都放不下 常常冒出来 我在兰彼得曾经 去一个有机农场 那个老先生70岁了 我在跟他聊天 他既然已经有缘见面了 而且我看他有年纪了 我就开始跟他讲故事 讲轮回转世的故事 所以肚子里面常常要有故事 机缘一来就可以 把他 update还是 把他 share出来 谢谢 我讲的这个都是 英国科学证明的 一些科学家专门用一些方法 记得前世的 把他 拿来做实验 记得前世的 然后就调查他前世家庭状况 然后把这个人带去 看看 他是不是完全记得 有一个小女孩 去到前世 故意骗他 这是你某某人 不是 他是我儿子 六七岁的女孩 眼睛马上变成 慈母的眼神 然后呢 问他 有没有哪件事 是你先生跟你 知道的 他先生已经 又娶了个太太了 所以六七岁的女孩 看到那个 他先生的 新娶的太太 马上 慈母的眼神 变成 吃醋的眼神 哎呀 做人真辛苦 本来 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 所以 老儿上说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那就问这个女孩了 有没有哪件事 是你先生跟你记得的 他说有 他还欠我多少钱 没还 科学家问他先生 是不是这样 不好意思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这些都用科学手段 来证明 我给这个老先生 讲了 两三个 轮回转世的故事 他都跟我说 可能是巧合 我看这个情况 已经讲了两三个 他每一次都说 巧合 这个时候 就不能强求 自己先停下来 停了一会儿 换他说话了 这个人真奇怪 我活到七十岁了 明明人生过程 有很多愉快的事情 跟不愉快的事 都有啊 可是我现在只要一想事 就是那些不愉快的 这个老先生 有没有提醒到我们 我们观察观察自己 一想事都想什么 你们有没有常常看到成年人 一在那里想 我愉快 你看那个一两岁的小朋友 你观察他 他自己 自己一个人在那会怎么样 笑 我好像没有看过 上了年纪的人 像小孩一样 自己就在那笑了 我看假如成年年 自己在那笑啊 可能旁边人说 是不是需要送医院去呢 他会笑啊 怎么都想那些不愉快的呢 这明明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了 所以啊 学圣教首先要自爱啦 哪有都想不愉快的 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心里都要装 别人的好 你都装别人的好 一见面了 又怀念 又感谢对方的好 这个人跟人的关系 越来越厚了 心里装人家不好了 一见面就有那无形的隔阂 你对他有看法 互相因果交感 他也会看 你有看法 那我们一般起的念头 就是过去烦恼 那身性因果啦 应该过去那些 不欢喜的事啊 你转个念 他不找别人 刚好找我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那他来找我了 债还掉了 无债 一身亲嘛 你看过去烦恼没了 身心因果好用吧 我们常常又起念头啊 担忧未来 未来心不可得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 现在功夫 你看我们古人 对这个自然规律很清楚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现在每个心念啊 一言一行都是对的 怎么可能未来 会没有福报呢 不可能 不要起人忧天了 再来现在烦恼 我们不要犹豫不决 我每一个心念都是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就对了 不应该把时间花在 忧郁不决上 我所有的思维 决策 我依照的是经典 就对了 待会都会有句子啊 言语 行为 就像 孟子说的 真的这些经典 理得心就安 法药 很好用 孟子说的 仁义忠信 乐善不倦 此天觉也 用白话一点 你这么去做人 老天爷照顾你了 叫天觉 我们新加坡 这次我们新加坡 来了很多同修 我得赞叹赞叹 他们的国宝 许泽女士 活到一百一十多岁 她说 你都照顾那么多老人 其实那些老人都比她年轻了 那谁照顾你 我不用人家照顾 老天爷会照顾 那只要我们的心形都符合 仁义忠书 乐善不倦 那根本就 你也不要有现在烦恼 也不会有未来烦恼 好 所以 我们的心 不能被过去 现在未来烦恼 给藏住了 而且我们 在一切静缘 都能保持初心 保持真心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你这个心都没有改变 迟早这个事就做成 人有自心求道 今进不止 会当刻果 何怨不得 人有不变利人之心 铁定最后 能够今晨所至 今时为开 你看我们学佛 就是学佛菩萨的存心 你看佛菩萨度我们 多久了 生生世世 谁主于我 我现在向佛菩萨看起 我不能劝人家 一次两次 人家不听我就 打退堂鼓了 那佛菩萨生生世世度我 我们得比于上 则支持 跟佛菩萨一比 自己的心境就有 有所转变 又觉得 要继续好好用功 我自己从事 小学教育 这个 释迦摩尼佛给我上了一课 后来我到学校去 这个 我们隔壁有个女老师 这个 我们都是在六年级 那六年级男孩 都比他高 超过一个头都有 所以我每天看他很辛苦 他跟 在骂 骂同学都要这样 很辛苦 结果有一天 下了课了 他就过来跟我说 我说 我怎么没有看你发脾气 他对我讲 我说我没有资格发脾气 因为 释迦摩尼佛 第一千词 最后 我讲的是 你听话 所以我现在刚好 三 那 我 一直生 自己上的建设 好像孩子的心田 三个月 说无人 他的问题 自己 太 道 难的问题 为什么老阿商 做的 也是 我 从 学 慢慢发展 快 一步 出版 对的 哇 那个 不下的 心 我们 没有 心就 不 正 我们 不能 慢慢感觉不容易 他就不会苛刻 他体会过了 是非经过不知难 所以往往我们 比方说对待一件事 很容易批评的 可能我们自己 也没有真正做成几件事 所以容易站着说话 不要疼 容易批评 好 那我们首先就谈存心 第一句 只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义其心而后语 定其交而后求 君子修持三者 故全也 这个大约的意思 君子必先使自己 身心安稳 安身 然后才可以行动 你心不安 很浮躁 这个事就可能就 做坏了 我们看 小俄语 第一句 一切严动 都要安详 这是小朋友 四五岁学的第一句 大家有没有看到 第一句就是这么教 难怪教出很多小大人 有没有 我真的 最近遇到 这个小朋友才十岁的 胎教做得不错 马来西亚 你看他坐在那里 很安定 你跟他一讲话 就感觉 他像个小大人一样 有一次我拉着他的手 散步 他说法师 你好像说过 三世不妄于 舌头可以舔到鼻尖 我说对啊 我有讲过 结果他当下就舔给我看 而且他们家有三个人 都舔得到 这叫方以列举 物以群分 所以 这个 还没结婚的 或者 你的子孙 结了婚 要感好的子孙 一定要记得 我们应光大师有求子三药 你要求一个圣贤的子孙来 掌握这三个原则 一定有感应的 好 那 一开始指导的 一言一行 都要安详 会出什么差错 都是因为慌张 所以安其身 而后动 然后言语 必先换个角度 为人着想 就意其心 然后使自己心平气和 然后再开口 这是意其心 而后愚 这个意其心当中 就是换位思考 设身 处地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树道 你这样的心境 就是在恢复自己的真心 中树 为道 不远 子贡 很会 发问 子宫问孔子 有一言 就是有没有一个字 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终身 好好去立行 教会 孔子说 其束缚 就是这个数字 己所不欲 物施 于人 那我们这个言语 比方 我们这个树道 你今天给人家出意见 建言者 当设身于利害之中 你要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你要设身处地 他现在所处的 这些人事的状况 你不能给人家的建议 太理想化 所以教人以善 物过高 当使其可从 你感觉都有 设身处地的心态 包含你要劝他改过 工人之恶 物太严 要施其看受 你纵使是指证他的问题 你要考虑到 会不会讲到他 信心没有了 他的承受度要考虑 所以劝人的时候 眼睛要不要看着 对方的眼睛 要啊 你要看他的接受度 你一提醒他 他眼睛亮了 你就可以继续讲 你讲 他暗了 你就先别讲 要拿捏好姻缘的状况 这个都是设身处地 所以这个格言联弊 红一大师很慈悲 可能设想到现代人 家庭工作生活比较忙碌 责任也比较重 读书时间可能少了 从格言联弊里面 挑精华出来 编成格言别录 这一部书 我们待会讲言语 常常会用到 这也是红一大师 用心良苦 所以大家重视这一部书 也会得到 红一大师的加持 这红画社 有出格言别录 白话 赏西 也都开解得很好 这个都是免费结缘的 大家可以申请 这个联弊里面说的 认识者 你在扛这个责任的 当自身利害之外 这件事是 你是当事者 你要把得失心放下 你才能办好 你看古人在体会这种 人心 体会在境界里面的 用心很细致 你是认识的人 跟你给别人建议 有不一样的因缘 见言者 当自身利害之中 你这种见言才会 恳切 才会符合人家实际的状况 不然你给的见言 人家都会觉得 你站着说话 不要谈 就是这个情况 你假如给人家见言的时候 人家都说 你真的讲到我心坎里了 就是因为你有设身处地 好 这个那一天遇到同修 我一判断 他的先生修行很认真 然后那个定课 定了不少 他这个当太太的 可能也生烦恼了 可能看先生 做这些定课 做得睡眠不足啊 一些情况出来了 结果他太太就问我 所以你都要 他在问问题的时候 观察他另一半的表情 你才比较能客观了解 他们家庭的情况 然后我就 这个一定要是 你们家庭工作的情况 这个定课要适中 不能定得太多 长期就变负担了 他太太一天晚上 他太太一天晚上 哎呀 你真讲到我心坎里了 然后就揍他先生一本 好 我们接着看 这个老和尚的教会 德行言语应当学 我们有一种速道 我这个言语出去会给人家什么感受 其实我们都要用心 就能深刻体会这些教会的宝贵 少说抱怨的话 我们需不希望 别人常常对我们抱怨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看都是数 多说宽容的话 这里都有因果 抱怨的话是因 抱怨带来记恨是果 宽容乃是智慧 我们常常对人宽容 自己的智慧会增长 你心量扩大了 智慧也跟着提升 少说讽刺的话 要尊重别人 礼敬诸佛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显得轻视了 我们也不愿意人家讽刺我们 尊重增加了解 往往尊重对方 对方很感动 心里话都会讲出来 当然你听到别人心里话 要替人家保密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伤害形成对立 招来这个结果 关怀获得友谊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你看团体里面 做领导者用命令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那个接受是表面接受 心里不符 带人是要带心 不是都是 伺服人 心不难 商量才是领导 你看你一个 多说商量的话 还把大家 积极性调动起来 及时广义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是都靠自己的力量 应该带动大家 一起参与 不然自己的力量 最后会累死 然后还觉得是 别人不帮忙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了 鼓励能够激发潜能 好 这个是言语部分 再来定期交而后求 先以诚信带人 建立信誉 这属于定期交 有一定交情 然后才可以提出要求 当然这个要求 应该也都是为众 为主 没什么交情就提要求 这个就不符合人情 人家一听就有点奇怪了 我也有遇过 初次见面就给我借钱了 你说我借还是不借 这很怪了 这个是处事的分寸 这个交钱不可延伸 绝交不出恶言 这个常理举药里面都有 那君子羞耻三者 故全也 能够 这三点 很好的来修养自己 那就可以与人和睦相处 不会有偏失 第二句 这个百言百当 不若舍去而省人意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每一次见言都适当 然后都被采纳了 那代表也 思维很敏捷的 但是不如看 纯心是否合乎人意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都在每一个 静缘当中 是在修这颗心 你不要什么都断言得很准 但是你可能会增长傲慢 可能你在断言当中 缺乏一种厚道 不知不觉 变得苛刻 知不知道 或者像 论语当中有一句 指约不逆诈 这个不逆诈就是 不预先预料 别人会来欺诈我 不意不信 不会去揣测别人 他可能不守我的信 这个就是人在面对他人的心态 意义先觉者 这一句话反过来说 这个人他事先就说了 这个人会骗我 会不说我的信 都被他说中了 都被他料到了 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厉害 很贤德 所以意义先觉者是贤乎 可能我们会觉得 这个人能力很厉害 可是从他的心上 他会常常在那里 他会骗我 他会不守信 这个心就变得不容易相信别人 甚至于自己猜对了 不知不觉 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有时候你会猜错的 可能在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候 就刚好被你猜错了 所以都要养自己这颗真心 善良的心 那 辱家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自成之道 可以前之 你很真诚面对人 人家骗你 你知道 而不是去描测怀疾怀疑别人 好 所以这些教诲就是我们时时 护好自己的心 那我们在言谈当中 也会流入自己心的状况 所以我们跟大家有提到 修行是从根本修 修这个心 从起心动念修 那这个格言别录里面有说了 信不足 则多言 一个人为什么讲话讲很多 因为他怕别人不信任他 所以他那个心就很担忧 担忧就越说越多 说实在越说越多 人家觉得这个人挺啰嗦的 反而达不到你的目的 你关照到自己的心 是担心了 放下阿弥陀佛 不要强求 而且那个信 不是靠你讲很多话去说服别人 让别人相信你 信是你做到让人家很自然性的 所以这都是强求 成年人不是听我们说什么的 是看我们做什么的 所以信不足则多言 所以一个人在哪里自知 在你讲话 在你做事的时候 关照自己的信念 微不足则多怒 一个人为什么常常发脾气 他在家人团体当中 威望不足 可是他又很想别人要尊重他 要听他的 他就会用气势 甚至发脾气要把人家压下去 则微不足则多怒 事不足 见事不足 则多虑 常常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就是你见事不足 所以人 读了很多书 还要常常 多去见事见事 多去锻炼锻炼 所谓读万卷书 还有行万里路 一个人年纪轻 为什么可以老臣持重 一定是他有很多锻炼 然后很多见事 好 我们看下一句 这些都是 在呈现 比方说古人 他言语的心 存心 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事故道而伏敬 舟而不游 你走那个 这个小路啊 怕有危险 那个河太大了 你游过去啊 危险 所以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 行为待 谁有危险的事啊 不做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事故恶言不出于口 愤言不及于身 因为他怕 这个话讲不好了 引来别人侮辱自己 甚至会侮辱到自己的父母 这是有孝行 很谨慎自己的言语 我记得小时候 也是比较调皮 可能在乡里面 被长者看到了 长者一讲 真没有家教 一听 受恋了 觉得很丢脸 我们还有父母 别人这么一讲 等于是骂了我们的父母 所以不辱其身 不修其亲 可谓效应 所以是一言一行 谨慎 不侮辱自己的民生 不让父母遭到羞耻 这个才能称得上孝 老儿上说 他这一生的成就 念念不离 孝轻尊世 一言一行 不能让父母老师丢脸了 就像孝经说的 立身行道 扬明于后世 以显不母 所以我们 一切言行 符合经教 亲戚朋友说 难怪是净空老和尚的学生 那这个是 才真正给佛不上 给老和尚脸上贴经 不是去买一个金箔 这个是实质上的贴经 我们看下一句 这一句 是在义经的家人挂里面 这个相约 君子 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 古人的注解提到了 家人之道 家人挂 这一挂的 处世之道是 修于尽小 而不忘 则也 都修 自己很尽 很小的这些事 都 不虚忘 都认真对待 这样才能 言 必有物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 言之有物 出处就在这里 而且因为 对一些小事 都是很认真对待了 他养成习惯了 所以他怎么讲话 不会偏差 口无则言 所以言有物 行必有恒 身无则行 这个我们后面会 举到孝经的话 他养成习惯了 所以这个 君子 我们可以是 为人领导 为人父母 甚至为人长辈 为人老师 实时保持言语 真诚 真实诚恳 这是言有物 而且 例行要 有始有终 行有恒 那我们 这几天 跟大家有提到 老阿尚强调 我们中华民族 的长辈 在家族里面 都有一个态度 只要有孩子在 不能给他 不好的影响 这就是责任感 所以就能 言有物 行有恒 不能做什么事 骨头蛇尾 这影响小孩 有样学样 就不好了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孩子什么时候 在模仿 父母 anytime anyway 有一个当父亲的 我听了这个故事 也印象很深 他 有一次带他女儿 到朋友家 结果开了门 他那女儿可能才 三四岁 一进人家的家门 他就 跑到人家的沙发上 坐上去了 然后就开始 把他的袜子解下来 他这个父亲都看傻眼 跟他回家的动作一模一样 他自己没有注意到 到朋友家的时候 马上果向现前 一切都有淹果 好 那这个是在家庭当中 那中庸有说了 君子动而是为天下道 言而是为天下法 行而是为天下者 读书人 要胸怀天下 我所讲的话 做的是 要给天下 做榜样的 这个也是老儿上 给我们的教导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这就是华严经的精神 好 所以老儿上去了 北京示范大学 他们的校训是 学为人师 生为示范 老儿上说 你们这八个字 就是华严经了 好 后来好像 这个建议说 可以改成行为示范 这个更有味道 第二 我们刚刚是存心 我们现在进入态度 首先是要合理 屈里约 无不敬 校经里面有提到 理者 敬而以 理的本质 是恭敬心 恭敬心 也是真心 言若诗 这个无不敬 是对一切人事物 没有不恭敬的 那 言若诗是指 举止 端庄 稳重 这是谈 举止 就像 若有所思的样子 很安定 再来是言语的 安定词 谈吐 安详 稳定 调理 分明 你讲话 跳来跳去的 就不安定 不分明 所以古人有说 心平气和 则能言 所以讲话 要心平气和 才能讲话 不然会说错话 所以我们常跟 当父母的人 交流到 有情绪 就不要教孩子 要教孩子 就不能有情绪 不然 你纵使讲的道理 好像也没错 可是留在孩子 印象里 就是 爸爸妈妈 脾气很大 你讲什么道理 他记不得了 对孩子是这样 成年人 同事 朋友之间 是不是这样 你一个情绪过来 他可能就感受到 那个情绪了 你讲什么话 其实他可能都记不住了 所以你看古人 很强调这一点 你发怒了 有情绪了 不要写信给人家 慎怒时 你看古人 这分析很有味道 慎喜时 你很高兴的时候 物许人物 不要轻易答应说 给人家什么 这个也不简单 要有定力 一高兴了 这个心就控制不住了 慎怒中 误达人数 你有情绪的时候 不要回人家信 我们不能听了这句话 我现在都不写信给人家 你现在会不会写微信给人家 会不会写like 会不会写whatsapp 这很重要 你要发过去 你就收不回来了 两分钟之内 你就收不回来了 到时候就结梁子了 好 所以还是Skype比较危险 不是比较安全 好 那 这个 当然 我们要有一种敏感度 你不要觉得现在科技很方便 有些是要打电话讲 你不要用微信 那种文字 有时候看看看看 对方误会你的意思 你一打电话 最好是视频 是吧 视频 看你的表情不容易误会 你看文字 最近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这个你自己都要有那个敏锐度 好 包含 你对上师 你有时候用微信 可能显得不够尊重 这些都没有定法 但是你自己要有敏锐度 好 我是感觉 有时候我们现在 外在的科技太发达 我们心的这种敏锐度 不知不觉弱了 因为你太依赖什么 你自信的能力 有时候就受影响 我们王伟勇教授讲课 头头是道 开口就来 就马上赢一所事 你看 去了天鹅虎 马上就 问取哪得 清如许 唯有源头 河水来 那是他们下过功夫的 背了好多经典的 那个脑 高度开发 讲东西都不用翻书 你现在都是借电脑了 一离开电脑 救命啊 好 好 这 无不静 心静上 而且眼若视 行为很稳重 安定词 这是言语的修养 然后安明哉 这个 你的团队的人啊 百姓接触到你了 他觉得你很可靠 见你了就 心就安了 要安 安定人民 好 我们有清静过牢上的 哇 一 见到他老人家 忘念都没有 坐在旁边吃饭呢 都感觉 有加持力 那个 那且常在定 老人家一举一动 都非常安定 下一句 言渊问人 只曰 克己 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有人 而有人乎 这个言渊接着问 请问其目 因为言渊 请教怎么行人 那孔子的指导 就克己赴礼为人 那 渊渊也很会问 进一步问 下手处在哪 在请问其目 你看老和尚 见到张家大师 问道 我知道佛法很好 怎么很快的 契路 张家大师说 看得破 放得下 老和尚进一步 又问 从哪里下手 跟言渊一样 请问其目 在从哪里下手 纲目在哪 具体怎么做 张家大师回答 从布施做起 那这里 孔子回答了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那这里是提到了 言渊问实践仁德 但孔子的指导 很有味道 我们一般说 人好像是要对别人 但孔子这个指导 是先在自身下功 客戟 客制自己的欲望 使言语行动 都合乎礼节 其实就是都合乎自己的性能 这便是人 所以要自爱 自己的行为偏 偏离了礼节 偏离了良心 那就不自爱 就像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住脾气 我们能爱人 不伤到别人就不错了 所以自爱 才能爱人 所以用自己的明明德 去清明 明明德就是自爱 才能爱人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修行很精进 他希望去利益到 亲戚朋友 有缘的人 他得自己提升 所以一般都是发愿了 很真切了 他就有改正自己的动力 所以众生无边 试愿度是发了愿 下手处在哪 烦恼无境试愿段 在自己身上 进一步才是去利益众生 所以一日客戟复礼 只要有一天 真正做到客戟复礼的功夫 天下归人 天下人都受到感化 而归向于人德 因为人之初 信本善 我们真正做到 客戟复礼 用真心 信德流露对人 触动别人的善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举具体的例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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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